各位网友,各位同胞,大家好,我是老兵蓝阳 那么正当我们把所有的目光的焦点聚集在台海和南海的同时 那么实际上,我们国家已经意识到了 我们真正的压力实际上来自于东海这边的压力 大家要知道,这两天的黄海跟渤海的军事演习 由北部战区来完成的 那么北部战区来完成的军事演习,意义何为呢 实际上它是防空的军事演习 我们也看到了它放了好多的防空导弹 那么从原先的渤海湾的长达四个月的实弹射击到现在 又增加了科目 就在日本首相今天宣布辞去日本首相的位置的同时 我们也宣布了在这个地方搞军事演习 那么我在上一期节目当中我已经讲过了 这个演习非常具有针对性 针对日本的 因为东海的方向实际上就是日本 尤其是黄海这边 对吧,日本跟韩国的驻日美军 韩国跟美国不会说联合起来搞你中国 那么就是日本 那么大家要知道 目前呢有三个动向的子民 国家非常的担心这个北京啊 第一个呢 就是说美日的安保的新动向 那么要知道B-1B这种战略轰炸机 它是目前是美国的这个战略轰炸机当中的头弹王牌 头弹冠军 那么它有两架呢 从美国的南达克他州 埃尔斯空军基地起飞 长途奔袭一万多公里 抵达中国东海附近 还有两架呢 是从这个关岛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起飞 那么 也是抵达了这个南海 抵达东海 那么这个这两款战略机 这两款隐形轰炸机 抵达这个东海呢 实际上给中国的这个防空压力非常的巨大 目前 大家要知道 这两款 这一款的这个战略轰炸机呢 它可以在900公里外 就开始放这个 对地的 对重要军事据点的 这个空对地巡航导弹 它可以放出来了 甚至还可以放弹道导弹 它的这个载弹量很厉害 那么实际上给我国的这个防空压力啊 带来了非常大的 麻烦 那么实际上我们原来是处于一种 试探性的远海的一种防御的一种政策 但是现在我们在战略收缩 在战略收缩 战略收缩在 我们的海岸线的 离陆地300公里最远处了 那么在这一带我们 一直以来都没有 由于我们一直想走出去 所以说呢 近几年来忽视了对近海防 近海防御的一种 一种 一种 这种 紧绷的神经吧 那么 B1B飞过来以后 再加上还有一个动作 美国的B2隐形战略轰炸机 进驻了这个安德鲁斯空间基地 那么从西南方向 从中国的西面跟东面 都对中国在这种压力非常大 非常非常大 那么我们必须要演练 这个防空演习 那么我们的这个战略思想 开始要回收了 当然了 我们该出去的还出去 回收的 回收的部分呢 是属于是回收的部分 中国呢 也不太想在这一带 跟美国这个 擦枪走火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北京的一些地区啊 你们在北京的应该知道 你们呢 很多小区呢 设立这个防空的 这个防空洞的 这个标识牌 那么一旦发生空袭呢 就要 进入这个防空洞 那么北京的这个防空洞呢 它是 它是有这样的要求 一旦想起空袭警报 那么就要 这个叫做要断水断电 再加上呢 要关水关电 再把栏器给关了 然后呢 马上进入这个防空洞里面 就进行这个躲避 那么我们这几年 在改革开放以后呢 我们的防空意识呢 非常薄弱 认为北京呢 不会被轰炸 那么原来呢 确实是所谓 班前三线的 主要就是怕 苏联的这个 远程战略轰炸机 对我国进行 这个首都地区进行轰炸 那么这个动作呢 也意识着 我们在渤海 黄海 我们在这一道 赶紧要先设立一道 防护措施 防空措施 一旦因为BLB 它可以在我们任何一款 哪怕S-400也好 其他的 我们的防空导弹的 这个拦截范围之外 它就可以对我国的 这个战略众生 支持这个打击 所以说 美国卖给台湾 海上卫士 我本人也是 非常的紧张的 有的人对这个事情 是轻描淡写的 一笔带过的 但是说实话 我跟各位讲 这个就是一颗 禁止的一颗 侦查卫星 在空中的 对你大陆 到你武汉这一线 武汉 安庆 春州 诸州这一线 这一大片 全在它的监视范围以内 那么 这种 它监视了以后 对吧 它对300万平方公里 它可以进行监视 那么你这里的 整个东南部战区的 所有秘密 几乎都没有 那么再配合 B1B 在900公里外 就可以放这种 地对空对地导弹 实际上 就摧毁我们的 这种重要的据点 这个威胁是非常大的 所以北京当局 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所以呢 我之前呢 出过一个视频 我讲过 我说中国 北京相当的担忧 东部的这个 地缘政治的压力 我已经讲了 我说的这个 都是没错的 地缘政治的压力 经济上的压力 所以说呢 现在 很多的 它这个政策 就是鼓励很多 小小企业主 包括一些农民 农民工到老家去 在当地搞经济 是鼓励的 把很多的 真正的 最重要的这些 工厂 都是已经搬到了 内陆地区来了 实际上沿海呢 就是 就是金融啊 航运啊 贸易啊 这一块 研发 开发 这一块 把特大型城市的人口 都慢慢慢慢 开始在削减了 很多人说 哎呀 这个清理地段人口了 哎呀 这个 这个什么 赶外地人了 其实不是这个意思 是国家的战略 因为你东部地区的 压力太大了 你在美国 B1B的 这个射程之下 大家要知道 这个 这个属于 很没有 很没有安全感的 一个事情 那么第三个 中国呢 在8月16号 一直是这个 禁渔区 那么在8月16号 他也是拉到这个 横幅了 就是说 禁止在三十海里 钓鱼岛的三十海里 在这一带呢 进行捕鱼 那么 也会让一些 这个民兵 对吧 军事训练的一些 海上的一些民兵 那么架船 帮助呢 原来呢 是派出这些人员呢 去保护这些 渔船 大概有 两百六十到 三百艘的渔船 会在钓鱼岛附近 捕鱼 因为那一带 渔业资源很丰富 那么现在 中国也 不允许他们去了 未免刺激 这个中日关系 所以说 现在中日关系呢 由于中国呢 也浪一步 包括你参观 经过城市的 中国外交系统呢 也没有进行这个 大篇幅的报道跟指责 那么实际上呢 这也是安倍的 这个所谓的 中日蜜月期 在走钢丝 那么为什么 在今天搞这个军事演习 实际上就是 麻生太郎跟河野太郎 这两个人呢 对中国的 一直属于属于 比较强硬的 那么也是对他一种警告 同时呢 也是在训练 我们自己的防空的 这个训练 防空导弹的训练 防空 马上如果发现 对手 把它击落 把这个导弹给拦截 那么所以实际上 美国呢 大家要知道 现在的 它的这个 航空母舰 航母战斗群 实际上在海洋上 美国对中国的威胁 其实已经不大了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我们 虽然我们有 东风21地 对吧 我们有东风26 可以对它的这个 西南地区的 这个东风26呢 在德林哈呢 可以对 迭格加西亚 以及中东的 第五舰队的那些 美军的军事基地呢 形成一种威胁 形成一种威胁 那么东风21地呢 也可以对美国的 这个航母战斗群呢 实行这个 真正的这个威胁 那么也有网友问出来 那么东风21地 美国能拦截吗 人家说 很多人都说 哎呀 到末端了 死马赫了 怎么样了 拦截不出 实际我跟大家讲 是能拦截的 只不过是单颗的 是能拦截 但是多颗的 而且是这种分岛弹头的 它是很难的 几乎是不可能的 再加上 它的宙斯顿反导系统 是非常惧怕 中国的英机18 这种浅射版的 从093G 核动力航空母舰 核动力的这个潜艇上面 浅射发射的这种 巡航反舰导弹 确实是很难防 这个呢 才是真正 让它比较害怕 所以说 航母 海军 对吧 美国花的军费那么多 美国 砸了那么多钱 去打造航母编队 实际上 对中俄来讲 它的这个威胁 已经不是特别大了 实际上 真正能有威胁的 大家知道吧 还是在空中 海底 对 确实俄海俄级的 你也不知道 它躲到什么地方 那同样的 我们中国的 对吧 也不知道躲到什么地方 对吧 你美国也不知道 我们也在全球海 说不定在大西洋 在你美国大西洋 加勒比海 对吧 古巴那个海水下面 你也不知道 目前中国最缺的 实际上就是我们的 这个 远程战略轰炸机 但我们即使有了 能长途奔袭 1200 1400 1600 1600的远程战略轰炸机 但实际上 我们还是处于劣势 因为我们 从本土飞 到美国上空 对吧 实际上 我们的战略弹道导弹 已经具有这种飞行能力 但是 战略轰炸机 我们也是必须要的 因为它的 隐蔽性 它的机动性 非常强 它可以 也可以威胁美国 实际上 这就抵消了一半 那么还有一半 我们实际上 在哪里呢 我们在美国的周边 是没有前沿的 这个 这个 基地的 所以说你一旦飞过去呢 你放完了 你飞 飞回来呢 实际上 这个距离 要看 这个对飞机的 发动机的要求 是相当高的 相当相当高 所以说呢 我们呢 核动力的航空母舰 我们现在可以搞出来的 00494 电磁弹射 我们也克服了 真正难以 就是我们也有 这个核潜艇 对吧 导弹 跟美国的太空竞争 我们都不是落后啊 美国的激光武器 对吧 电磁炮 我们都有 对吧 我们都搞得出来的 但实际上 这些是物理武器 那实际上真正的 比如说这个 机械工业的 这个呢 我们一直是以来 一直是一个 薄落的环节 包括我们想收购 乌克兰的马达西乌 是吧 也被美国插手 绞停了 对吧 因为现在他的这个总统 他们这些议会 都是什么 犹太人嘛 对吧 那美国的 控制他的人呢 现在目前也是这帮犹太人嘛 13个犹太家族嘛 对吧 所以说呢 现在在东海这一带的压力 我们北战也动起来了 主要是以这个 山东这一带的 跟辽宁这一带北战 对吧 这一带的防空兵都动起来 所以说也显示了 北京当局 对这个 北京卫戍任务的 一种担忧 一直一种重视 对防空空袭的一种担忧 风险之下的一种担忧 对吧 你美国这个B1B 飞行过来的这个路线 再加上 美国从日本飞行的F15C 对吧 F35这些战斗机 都飞到我们东海这个上空来了 所以说现在呢 就是美国在南海 给我们找了事 台海 东海 黄海 他都在找事 那中国呢 也现在在四大海域 也不停地在这个演习当中 确实要演习 养军队 养兵 要牵着用兵一时 就是在这个时候了 所以说各位啊 我们这个国家 这是个 这个任重是 任重道远 我们 特别是我们这个 大型战略 还是空大机 我们一定要搞出来 隐形的 对吧 搞出来以后 我们还要想办法 怎么样防住 他这些大的 这些战略 隐形轰炸机 实际上 美国派这个U2啊 过来 再来坚持 北部战区的 实际上 他也是在警告你 中国 看到没有 我U2过来了 你要不要打下来吧 是吧 他就在告诉你 我的空天的部队 是你的噩梦 是你的梦魇 那么 还有一个 我要重点 讲一讲 这个航母战斗群 为什么 对中国来讲 美国他现在 越来越不愿意 使用航母 一个是 他价格造价贵 几百亿美元了 对吧 你被中国 插枪的时候 被中国打掉了 被中国干掉了 你整个 而且被中国 打下来之后呢 实际上 对美国的 影响美国 这个政治家的 美国总统的 这个政治地位的 因为如果说 这个被打掉的话 那美国就像 这个911恐怖袭击一样的 会把他们的 心理给打掉 所以他现在也不用 那么第二个呢 从实战角度来讲 你部署在关岛 对吧 你到这个 东海来 你要两天时间 但是呢 B1B飞过来 只要两个小时 那么你在夏威夷呢 夏威夷你飞 你这个航母过来 要七天 也就一个礼拜 开过来 扎这个战略轰炸机呢 只要大概七个小时 就可以飞过来了 而且是远离 我们的防空区以外 他放这个导弹了 这个威胁是真的是 非常大 我们要怎么去克服 这是我们目前的 国防的压力 跟国防的这个难题 所以说嘛 我们 爱国归爱国 但我们不要骄傲自满 我们要认清形势 这个是相当相当重要的 我们毕竟 美国这一次 他对我们的全方位的打击 全方位的施加压力 从军事 外交 经济 政治 全方位的来压制我们 但是我们还是一直以来 都顶下来了 我们都顶住这个压力了 所以说我们这个中华民族 是非常有愣静的一个民族 我们从古至今 五千多年延续下来 不是没有道理的 我一直都跟大家这样讲 对吧 我们不要气馁 也不要太害怕美国 对吧 也不要太慌 太处他 我们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而且 你这样子 来这个 介入这个台海 来东海 这个一带来施加压力 实际上更加 坚定了我们的 这个决心 就是跟你斗争的决心 对吧 同时也要把 台湾彻底解决掉 台湾不解决 以后啊 解决的成本就会越来越大 好吧 那么这一期呢 就跟大家讲到这里 我是老编那样 感谢各位收听收看 谢谢各位支持 喜欢的点赞订阅 谢谢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